我听谁听带过他那些字 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真人脸膜的一个训练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素材 那么这些素材是从一个up主那里得到的 当然不推荐大家这样使用 这是只是一个测试 那么我们将图片导入到单路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还是保持一个默论 在这里选择一个基础模型 那么基础模型最好是一个真人的一个大模型 真人的大模型 然后我们在这里填写一个召唤词 然后上传素材 我们上传素材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点击脸部加强训练 把这里一定要打一个勾 脸部加强训练打一个勾 然后我们点击预处理 点击预处理之后呢 我们这里会显示几张脸部的识别的一个图片 我们将一些不符合风格的一些图片 给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那么这里有一个标签 你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标签是没用的 我们可以给它删除 然后我们全部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这里有一个确定 我们在这里设置为十步 十次 这里保持一些默论的一个设置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自定义 我们将这个自定义啊 这个词我们首先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个反推 比方说这个反推的一个词 我们将它全部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词汇的一个含义 我们打开翻译软件 看一下这些词汇的反译 词汇的一个 是什么含义 或者你只需要输入 这些提示词也是可以的 我们将这个提示词给它复制进去 或者只使用 这两个提示词都可以 看你的一个需要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确定 这里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训练 开始训练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验章 那么我们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输入那个提示词了 我们这次训练的话 只是使用了这一个提示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训练的结果 训练的结果的话 它这个头发有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头发 然后这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头发 然后这后面的头发的话 就比较像原来的一个照片的一个形象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点击模型 然后我们这里会生成一些文件 我们只需要提取第一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模型 然后现在我们将模型导入到 AI户图了 网线之中我们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导入这一个B站可爱小太妹 然后我们这一些提示词 还是使用这一个反推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点击生成 我们这个设置还是512x768 然后我们开启的一个高清修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照片 这里的话衣服不是蓝色的话 你可以在后期进行一个修复 使用PSAI或者一个 Config UI加Creator都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再点击生成看一下 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真能 真能的人脸大模型 就这样做出来了